今天非常高兴在一个感恩季节的时候 来到大家当中传讲上帝的话 我上一次来讲道已经是大半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特别兴奋 不过也有点可惜 可惜的时候 就是今天大概是我的一个告别的讲道 以后想要来可能就不容易了 大概两个月之前 我的主任牧师 有一天他来找我谈 他说他非常坦诚的就问我 他说现在香港的情况是这样 你没有想要带孩子回去美国 我想了一想 我就跟他说 我想都没想过 我说我不单止不准备要走 我更加要努力 希望把握实验去传扬上帝的福音 其实好几个月之前 我就写了一个计划书给我们的堂会 就是我们的执事 他们 然后我跟他们说 我希望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 可以在主日开一个英语的崇拜 然后也很感谢神 他们就批准我们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大概12月中的时候 我们会在我们的主日 开始一个英语的崇拜 那我在我们教会 我是负责这个周六的崇拜 是广东话的 然后礼拜天是将要开始 是英语 所以我想到12月开始 我基本上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要讲道 所以我想会 除非我真的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帮我的时候 如果不是可能很困难 在出去外面讲道 所以今天来的时候 我决定给你们一个厚厚的礼物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轻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的沉重 这是彼得的彼得前书 我想把彼得前书留给大家 这一份厚厚的礼物 我相信你要花上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去消化 然后去变成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是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所写的时间 大概是公元的六十二六十三年左右 当时的彼得大概已经年过六十 那他回想去三十年前的那一天 三十年前那一天 他在加利利的湖边和海边 耶稣突然间出现 耶稣呼召正在打鱼的彼得 还有他的弟弟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这样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你记得吗 于是就这样 他们两个就跟随了耶稣 回头看这六十年的渔夫人生 头三十年彼得是努力的得鱼 后三十年彼得是得人如得鱼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彼得不做渔夫还能做哪一行呢 六十年都是打鱼 都是做渔夫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如果彼得没有当渔夫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建筑师 而且他是专攻教会建筑师纪 这是我所侍奉的教会 可能有人会问我 那李牧师那圣经学校真的会去研究这样的题目的吗 其实那个所谓的圣经学校就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彼得不做渔夫他会做什么 他会做一个建筑师 那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背后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彼得对建筑师很有兴趣 是因为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 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这样说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寄居的人 你有没有留意这里彼得叫自己做什么名字 那你说彼得叫自己当然是叫彼得的嘛 那有什么奇怪呢 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熟悉你的圣经 你的信约圣经 你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原名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2节 约翰这样报告给我们听 他说耶稣看着他 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原来彼得有个原名 彼得的原名叫做西门 那西门的意思是listen 聆听 其实西门这个名字跟彼得非常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适合他的名字 因为彼得讲话太多 他需要聆听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基法 基法其实是Aramaic 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会口语上用的那个语言 叫阿兰姆语 然后你把这个Aramaic翻译做当时更普遍的希腊文的文字 就变成Petro Petro就是彼得 那无论是基法或者彼得都有一个意思 基法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 阿石 耶稣教他做阿石 于是从此以后 彼得的名字全名变成西门彼得 或者是西门阿石 那很有趣的时候 如果你继续看整个新月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彼得很喜欢这个他的新的名字 喜欢到一个地步 他不要人家再叫他做西门 他从来不写信的时候 不叫自己做西门 他只要人家叫他做阿石 从现在开始 你要叫我做阿石 我们想彼得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现在高级了 升级了 当耶稣呼召他 他再不是一个听话的渔夫 不需要听人家的话 他变成了耶稣眼中的一个很尊贵的宝石 那如果你把这个理念读回去 彼得前书一章一节的时候 我们的经文会变成这样 耶稣基督的宝石使徒写信给分散各地的寄居的人 他叫自己是宝石 我们有听过人家说 他是钻石防大物 所以他这是一个宝石的石头 我不是普通的石头 我是耶稣的宝石 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彼得故意要把自己抬得很高 你想这个是不是彼得的用意呢 当然不是 我想彼得之所以都喜欢这个新的名字叫阿石 因为每次他听到人家叫他阿石 每次他听到自己叫自己的阿石的时候 都会让他想起耶稣他的主 我们从一章一节跳到第二章第四节 彼得说你们要亲近他 他是活食 你看到吗 主是活食 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我是主的宝石 而是主是我的宝石 是相反每次他想到自己的名字 让他想起耶稣是他生命中那个活食 每次他想到自己的名字 他想起这个活食耶稣 在他生命里面无尽的恩典 比如说耶稣是活食 然后他继续说 他说他是上帝所拣选的 所珍贵的 这很奇怪 奇怪的是他既然是上帝所拣选 上帝眼中觉得最宝贝的 他确实被人丢弃 那如果你读你的中文圣经 他会说虽然他被人家丢弃 但是上帝拣选他 上帝珍贵他 对不对 意思是说尽管他被弃在街上 上帝把他捡回来 因为上帝很爱他 看重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把整本圣经的神学 读回进去 你会发觉 上帝从早就已经拣选了他 上帝还没有被人家丢弃之前 已经拣选了他 已经爱他 已经珍贵他 但是上帝拣选他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要他被人丢弃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说上帝怎么可以有那样不义的事情 如果你班上有一个同学 他的成绩是最棒的 你们学校十年里面 没有一个好像他那么聪明的学生 不单只是这样 他的品德是最好的 是有史以来 学校里面最优秀的 他被拣选被珍贵 应该是哪奖学金 应该是上台被人家赞美 但是这个学生被上帝所拣选 为了要他被丢弃 你看到彼得在想的东西 这个是活时为他所做的 我们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做一个那么不义的事情 答案是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除了十字架以外 没有其他的方式 那如果你来的教会不久 你刚刚才开始认识基督教的时候 你会发现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基督教相信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其他宗教的上帝 其实表面上好像对大家都有一些要求 有一些道德上的要求 但最后他不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你做错的事 你烧一个烤鸭给我就没事了 只要你奉献一点金钱 你放生去哪一个乌龟也好 你哪一个鱼去放生就没事了 我们的上帝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说我捐一些钱 你不可以说我来做医工 我侍奉上帝 我就可以得到我罪的生命 你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而我们在他的面前 我们是叛逆的罪人 唯有耶稣被拣选 被拣选去丢弃 为我们成为完全的赎罪纪 除他以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彼得很知道这个道理 于是彼得说 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国里面的阿师 完全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成为了活食 这里所说的活食 不单止说耶稣成几何时 道成了又肉身 进入人类历史 他曾经活国 所以叫他活食 不是 这里所说的意思 他说你们要亲近主 他是活食 为什么 因为他曾为我们死 他曾为我们复活 他是受死又复活的上帝 他是受死又复活的爱子 主是复活食 主是复活食 但是这个复活食之所以有复活 是因为他先为我们受死 他的受死是为了我们父亲的罪债 他们为我们复活 是为了要为我们战胜死亡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战胜死亡 于是彼得每天在高唱的那首诗歌 叫做如果没有你 你们听过 如果没有主 哪会有我们 如果没有活食 哪会有我们这一对阿什 原来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这里全部人都是阿什 我是林阿什 然后后面有个汤阿什 你们主任牧师是杨阿什 对吧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阿什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碰上了主耶稣基督 这个复活的石头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其他的一个上帝 是好像圣经的上帝一样 没有其他的救助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没有其他的神 可以让我们重生 重新开始一个人生 重新跟上帝可以和好 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今天你跟我都有一个选择 尤其在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我们要跟随怎么样的一个上帝 我们要选择跟随一个地上的石头偶像 去追求今生的荣华富贵 还是我们要跟随那一个活使耶稣奔跑永恒的道路 这是你跟我要选择的 彼得说他是上帝所拣选 他是上帝所珍贵 也是彼得所珍贵的 耶稣必须要是你跟我心里面所珍贵的东西 不过彼得还没有说完 彼得的石头祭还刚刚开始 第六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说 他说因为经上说 看啊我把一块石头放在西安 一块蒙拣选珍贵的仿角石 你记得刚才彼得说什么 彼得说耶稣是蒙拣选珍贵的复活石 他现在从复活石变成什么 仿角石 他在旷展我们的视野 刚才是复活石 现在是仿角石 那仿角石是当时的一个建筑 里面所用的一个名词 那我对建筑是一敲不通的 可能你要问问Rachel 但是彼得在写这诞生经里面好像很懂 他说主不单只是那个复活的石头 它是一个仿角石 在建筑的时候 当时人第一块石头放进地上面的就是那一块防角石 这块石头 其他的石头都是按照这个石头摆放的位置 然后对上去 其他的整个建筑的结构 都是因着这个石头 这个防角石而定下来的 彼得说上帝有个异象 上帝的异象不是单单通过活石耶稣 复活一群天国的阿石 上帝的异象不单只是让我们复活 然后分散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上帝有一个异象 上帝要通过耶稣珍贵的防角石 在地上建造一个天上的殿余 上帝是一个建造的上帝 他不单只是要服务我们 他要把我们全部人集中在一起 在地上建造一个天上的殿余 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个是他经上所说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建筑的方法很特别 上帝建筑的方法是 把一块石头先跟耶稣连起来 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石头 又彼此连成一块建造这个殿余 那如果你去想想 这有讲到两方面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vertical relationship 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是我们先与上帝合成一体 我们先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 连上了关系 vertical relationship 然后才有horizontal relationship 就是平面的一个关系 我想问你 你也许来了教会很久 但是你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跟上帝有没有这个vertical relationship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带人家进来教会 是通过horizontal relationship 在我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 那些里面的人已经 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教会长大 他在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的时候 他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朋友都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所有人际的关系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都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一些新来的朋友 是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一个活动 两个活动 三个活动 什么活动去参加 他很高兴 很喜欢这个教会 但是他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 不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vertical relationship 有跟上帝有一个关系 没有这个关系 你跟这个教会 你只可以跟这个教会的一个building 它的建筑物有一个关系 你跟上帝的教会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教会 你们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教会 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在教会不知道多少年了 什么人都认识 什么活动都参与过 这不代表这是你的教会 上帝的教会从vertical relationship开始 从上下的关系开始 我们要经常问我们自己 我们跟上帝有没有这个vertical relationship 还是我们来教会 全正完全都是为了这个平面的关系 这个平面的关系 没有办法带你进去永恒 没有办法让你跟上帝发生一个关系 你必须要知道认识上帝 认识基督 那如果你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教会 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听到那个福音 你悔改 你相信上帝的时候 今天你就是教会的一部分 今天你就参加了上帝在地上的建筑计划 这带我们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整段圣经的一个高潮 彼得这样说 你们作为活食 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 成为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 与约纳的属灵祭物 这是彼得给我们一个蓝图 一个建造这个使命教会的蓝图 那有些人叫他说 灵宫散布曲 第一个你要做什么呢 第二你要建造这个灵宫 先建造了一个圣殿 然后你再去聚集一群祭司 然后第三祭司献上基物 那就是散布曲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去思想的时候 你发觉他讲的不是散布曲 他所说的 当我们说一个事情是散布曲 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次序去 但是如果你留心 他讲三个事情 这三个事情是可以同步发生 不需要一个次序的 在这里彼得好像在讲三样事情 但是其实他在讲一样事情 所谓的活食 所谓的祭司 所谓的祭物 全部都是讲同一群人 全部都是讲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他所说的不是三部曲 而是三个透视 他用三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 不是需要有第一个 再第二个第三个 上帝不是要建造一个人的机构 如果上帝要建造一个人的机构 可能你说我们先要建一个大楼 然后我们去招会友 然后我们有了大楼 有了会友之后开始活动 我们就变成一个机构 上帝不是在讲这个东西 上帝在讲要一个是属灵的宫殿 是一个spiritual house 就好像Rachel里面写的 是一个属灵的宫殿 这个宫殿不需要任何的建造的材料 这个宫殿不需要花任何的钱 这个宫殿只需要人的参与 但是我想你留心这里讲的 人我们需要有人 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不是我们出去外面找几个义工 有没有人来教会做义工 我们有义工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灵工 不可能的 他要找一种特殊的人 这些人必须要是活死 这些人需要是复活的阿斯 一切从vertical relationship开始 所有的东西 从与上帝上下的关系开始 我害怕的是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把这些东西弄错了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horizontal relationship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把人家吸引在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不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不跟他们讲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鸿沟 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胜过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到上帝面前 唯有十字架 我们需要传这个十字架 因为这个十字架是唯一可以将我们跟上帝拉近的一个东西 唯有十字架可以让我们跟上帝有vertical relationship 有了vertical relationship 才可能有真正的教会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事情 这里讲到三件事 讲到圣殿 讲到祭司 讲到祭物 有没有留意到这三件事 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 已经完全成就了 在耶稣基督的寿死 复活升天 已经成就了 你记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耶稣上司家之前 他说你毁掉这个圣殿 三天之内我要建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 他在讲他自己复活的身体 对不对 在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永远完美的圣殿 然后在耶稣升天的时候 他进入上帝天上的灵工 在那边他为我们成为天上的大祭司 谁是灵工 耶稣是灵工 谁是祭司 耶稣是祭司 谁是完美的祭物 耶稣是完美的祭物 当他受死的时候 他为我们成为最完美的祭物 所以从佛跟巧克力来说 你说这个店已经建好 那个祭司已经被拣选了 那个祭物已经献上了 然后上帝又呼召我们 在这个已经already的当中 做那个not yet的事情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这个神学 你问汤传道就对了 already and not yet 上帝已经把我们全部的东西 已经做完了 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建造这个灵工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是彼得要强调的 他说你们作为活时 是借着耶稣基督 不是他做完了 接着到你了 他做了part one phase one 现在到你做part two phase two 不是 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这个小小的活时 小小的阿时 我们要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力量 我们要成长成长成耶稣的声量 然后在这个地上 看见一个真正属神的灵工 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这个地上的灵工 我们的教会 到底是不是一个雄伟壮观的教会 完全是在乎我们里面的灵石 我们这些阿时到底有没有强健 有没有壮大 我们要经常问这个问题 我们阿时这群人 怎么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强大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再给你看 这个彼得前书的一个大图画 也是我留给你的这个厚厚的礼物 彼得的建造工程 从一个不动的地基的磐石开始 彼得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那个磐石 耶稣是那个不动的地基磐石 虽然耶稣是一个不动的防角石 但是你记得耶稣 他的名字叫做活石 他是一个受死浮活的石头 如果你回去福音书里面 你记得当耶稣浮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是天地大震动 然后坟墓大开 有其他的圣徒 复活的圣徒 走进去耶路撒冷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图画 因为耶稣大活石的受死复活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出来 许许多多的小活石 真正有生命力的活石 这群阿时 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里面的书 你发觉他们有好几个特点 他们仰望基督 他们背起他们的十字架 他们全然的奉献献上自己 这群人他们抛弃了地上的名利 这群人他们追求天国的荣耀 他们奔跑天路 他们在奔跑的时候 高唱上帝的福音 这个是初期教会的景象 你不相信我 你可以去看保罗的书信 你可以看彼得书信 约翰的书信 他们奔跑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极度黑暗的世界 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 但是他们在黑暗世界里面 高唱的那个歌 却充满了盼望 他们所唱的是天国的摇滚 这群人不是死死的石头 他们是有生命 有活力的一个活石 他们不是沉默的石头 他们是摇滚的阿石 他们不单停在那边 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去唱歌 他们要把这个歌唱到地级 唱到世界的角落 不动的基石 摇滚的圣殿 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 那你大概知道我在想 是用英文先想的 那我再把它转回去中文 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 我跟我一些青年人说 我说要不要我们以后的英语思考 叫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 耶稣是那个The Rock 他是不动的基石 我们是因他而复活的Rolling Stone 我们要有一个歌唱唱给这个世界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写照 彼得告诉我们 这个需要是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写照 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 应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唯有这样的一个教会 可以活出上帝对我们的照命 如果我问你 上帝对教会的照命是什么样 你会怎么回答 在彼得前书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对教会的照命 有两个导向 第一个导向是宣扬 刚才我们读过的 你们作为活时 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成为圣洁的祭司 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原文是一个purpose clause 所以有个目的 你建造这个教会拿来做什么 不是让你跟我可以在里面 去开个party 高高兴兴 我不舒服的时候 有其他人为我祷告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 有没有看见过 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误解 我们为什么来教会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生活压力太大 我们要崴楼垂榴呢 外面太冷了 我们在教会里面开一个炉 围着这个炉 我们就可以取暖 不是 这个不是教会的目的 教会的目的是 使你们宣扬 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要宣扬 这个是教会使命的第一个导向 还有另外一个导向 比如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你们是旅客 是积居的 要经界肉体的情欲 好让伪谤你们的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归荣耀给上帝 如果我们说第一个导向 是高声的宣扬 那第二个导向 是生命的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听人家讲 生命的见证 就是上帝在我生命上 做什么的神级歧视 几个月前医生跟我说 很不幸你得到癌症 但是今天上个礼拜 我再回去 已经没有了 感谢上帝 他为我做了歧视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歧视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 讲的神级歧视 生命见证 圣经里面讲的生命见证 是境界情欲 忍受苦难 当你把这两个导向 加起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彼得前书里面的教会 照明 如果我用一个图画来总结的话 这个照明是在一个狂风巨浪中的灯塔 上帝呼召我们 呼召每一个时代的教会 要我们成为那个时代里面 狂风巨浪中的一个灯塔 彼得在写教会的使命 对于彼得来说 教会的使命就是光颜的使命 教会是圣 它是寄居旅客 当外面的东西一直在败坏的时候 我们不败坏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做一个见证 忍受伪谤 归荣耀给上帝 教会又是光 教会是圆 教会又是光 它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教会是灯塔 教会是明灯 教会又是罗盆 让这个世界有一个方向 知道我们怎么可以从这个世界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进入永恒的世界 教会的呼召不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 教会的呼召是在一个狂风巨浪的当中 去做这个明灯 做这个灯塔 我们如何可以建立一个 忠心致死的上帝之明 我们如何可以创造 如何可以培养新一代的弹衣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这里都有年轻人的崇拜 年轻人的施工 所以我们问 我们做年轻人的施工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他们留在教会 No, No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新时代的弹衣力 创造新时代里面的保罗 彼得 约翰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不是陪他们玩游戏 让他们留下来 不要离开教会 我们如何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真正的教会 这是每一个牧者需要询问的 这个是每一个属灵领袖需要召集的 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需要关心的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关心的不是你以后退休的时候怎么样 你要关心的是我们的教会怎么可以成为真正的教会 在一个狂风暴雨之下可以站立的稳 而且为上帝做他光明的见证 我们问彼得 彼得 彼得你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可以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 彼得给我们的答案很奇妙 彼得给我们的答案是地基 简单来说 作为一个建筑师 建筑师说地基越深 教会越稳 地基不深教会一定不会稳的 于是彼得 当他还没有给我们上帝教会照明之前 那个照明是第二章出来的 在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中 彼得给我们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的福音真理 彼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不是给我们说一个 系统神学的抢作 彼得用了问候跟颂赞 来介绍上帝奇妙的救恩的真理 那个问候只有两节圣经 他的颂赞是第三节到第十二节 字书不多 但是里面极其的经验 彼得好像一个小朋友 彼得把上帝所有的救恩 都写在那几节圣经里面 他好像一个小朋友 拿着一个放大镜 他拿着那个放大镜 去探索基督里面 这个伟大的恩典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第一章 第二节 第三节到第二节 你会发觉 彼得一直拿着放大镜看 他看耶稣的生平 他看新约里面的经文 他又跑回去旧约里面 去看旧约里面的经文 他要把整本圣经里面 关于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 全部看透他 这个是他的地基 这是他要给彼得前书读者的地基 你的根迹越深 你的教会就越稳 彼得不单止拿着一个放大镜 他也拿出一个望远镜 很有意思的 他的望远镜看上看下 看前看后 他的望远镜去看圣父 圣父在过去 现在 未来 在这个救恩工作里面的工作 他又拿着那个望远镜看圣子耶稣基督 他在过去 现在 未来 在这救恩里面的工作 他又去看圣灵 在过去 现在 将来 为我们要做这个救恩的成就 你发觉 他是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要把最重要的真理 放在我们的当中 有机会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你会发觉 这个简直是一个 是用神学的一个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一点都不闷 因为彼得把它变成了一个赞美 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诗歌 今天唱的是很好的诗歌 但是你知道在外面有多少不好的诗歌 那个诗歌再不是深圣的神学 而是浅浅的 自我为中心的神学 你好我好的神学 没有上帝的神学 只有人的神学 我们今天要回归圣经 我们要听最美最棒的神学 然后把它们变成是个 不是沉闷的神学讲座 而是一个高唱上帝救恩的 一个海歌 我想挑战大家 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一样 那么知道认知这个救恩有多伟大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对救恩的明白就是很浅薄 就是听说我悔改了就可以拿到一个passport 以后可以上天堂 如果你的对救恩的认知就是那么单 那么简单的时候你要悔改 你要开始追求 打开你的圣经 阅读你的圣经 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 你发觉彼得约翰保罗不是这样看救恩 他们的救恩是又深又往一层又一层的真理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回去建造我们的地基 彼得在他做完了这个地基之后 他就开始在上面建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有四个柱子 我说这个四个柱子是四大的应用 那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原文的时候 你发觉这个四大的柱子 四大的应用都是命令式 于是神学家告诉我们 在这个基地的上面 他开始给我们四个伟大伟大的应用 这个伟大应用不是说 你今天晚上回家跟太太说我爱你 不是那么小的事情 是很伟大的事情 是一生的事情 彼得给我们四个回答 这个四个回应要回应上帝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How then shall we live 我们应当如何过活 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这个基础里面 下面这些真理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爱我们 上帝在我们的恩典有多深多广的时候 我们当如何生活 这四个应用是这样 专心仰望 基督显现 他第一个应用 就已经集中要害 集中香港人的要害 他说 你们既然认识这个救恩 你第一个应用是要专心仰望 全心仰望 另外一个翻译 仰望在哪里 仰望在基督的显现 耶稣的再来 你有没有把你的希望放在耶稣的再来 还是你专心仰望你退休那一天 这算够不够钱 最后十年八年会活得怎么样 香港人等下说 你要为未来计划 你有没有看看 你现在你的储蓄有多少 要不要买一个保险 要不要做这个 做这个 所有的东西 你要仰望的东西 就是你最后几年 上帝不要我们想这一生 上帝要我们想永恒 不要我们想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站在他的审判台前 你怎么样跟他叫仗 你怎么样跟他回报 你一生 你做过了什么东西 上帝要我们朝着那个方向 你们要专心仰望基督的显现 第二 你们要圣洁行事 如主一样的圣洁 你说圣洁 我也不差 我是一个良好的公民 我从来没有犯过法的 上帝不是在跟你讲这个东西 在这个圣洁行事 如主圣洁的背后有个故事 那个故事叫做出埃及记 当你经到了这个立位记的时候 上帝说你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我是怎么样圣洁 我把你从埃及拯救出来 那个叫圣洁 圣洁的意思分别为圣 从前你们是在埃及里面 从前你们敬拜的是埃及的偶像 你没有发觉如果你去读就业圣经 你发觉以色列人 虽然离开了 人离开了埃及 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他们心里面的天在想 要不要回埃及 出来这里生活不大好 要不要回埃及 他们很迷恋埃及里面的偶像 他们周围还有很多 你记得那个金牛族吗 金牛族不是一个新的创造 是按照这个埃及里面的神明 去创造出来 因为他们还迷恋着埃及 上帝说我是圣洁的上帝 我把你们分别为圣 我把你从埃及拯救出来 你从今开始你为我而活 你敬拜我不再敬拜埃及的偶像 今天也是一样 在这里每一个人上帝如果真的拯救你 从你帮你从香港里面拯救出来 香港人的价值观 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人的价值观 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圣洁不单只是讲到 我们这个道德方面还不错 不是 你人整个人的 你生活的方式 你的草项 你为什么而活 我们不可以为金钱而活 不可以为民力而活 我们要为上帝而活 我们要为天国而活 第三个很大的一个应用是 切实的相爱 顺从真理 那我们教会一定是鼓励大家彼此相爱的 在什么时候我去到哪里的教会 北美的教会 香港的教会都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后面那一句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在主里面彼此相爱 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是真理重生了我们 我们今天活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聚会 最重要的目标是怎么样 是跟真理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不是回来 高高兴兴 吃一顿饭 你好我好 我为你祷告 你为我祝福 到底我们的团契 我们的彼此相爱 跟真理有怎么样的关系 是为真理而生的人 最后他说 大家最熟悉的 爱慕灵乃 以致得救 我想我们就要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去思想 这个上帝的话语 在整本彼得前述里面 在彼得的建造这个工程里面 有多重要 我们没有时间看 这四大的应用 你可以回去慢慢去 去思想 去笑话 但是我想带你去看 看到底上帝的话语 在彼得的脑海里面 在这个建造的灵工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带你先去看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23节 彼得这样说 他说你们蒙了重生 是有于不会伪坏的种子 是借着上帝融合长存的道 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 这话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 是不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教会 我们教会很注重历史 我们教会经常会问 你认识我们的那个创始人 那个美国来的宣教师吗 大家都会提他的名字 如果有人问你 是谁生了香港进行教会 你会怎么回答 可能你比较熟悉 我去上过你们网站 找不到那个名字 但是可能你比较熟悉 你们教会的历史 你说我知道是某某物事 某某宣教师 他从美国过来 还是从哪里过来 生了我们的这个香港进行会 但是如果你再思想一下 肯定说 我知道 林牧师 你不是要那个宣教师的名字 我知道真正的 是神生了我们的教会 是谁生了我们的教会 是跟着那个宣教师 从外国来香港的耶稣 对不对 是耶稣生了我们的教会 那我再问你 耶稣是怎么样来到香港的 那个宣教师 某某宣教师 是怎么样把耶稣带来香港的 他是不是把耶稣 放在他的行李箱 然后坐船 坐飞机还是坐怎么样 就来到香港 不是 这个某某宣教师 这个某某牧师 只需要带一本圣经 这个圣经里面就有耶稣 耶稣是怎么样来到香港的 耶稣是怎么样去到世界各地的 是靠着上帝的话 是上帝的话 生了你们的教会 是耶稣生了你们的教会 是在圣经里面的耶稣 生了你们的教会 整本圣经 从旧约到新约 充满着耶稣 充满着耶稣 天国的福音 上帝的道 生了香港 进行教会 香港进行教会 今天活着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继续去传扬上帝的道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 保罗这样说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 你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band 在你们教会里面说 我们教会若不传福音 我们就有祸 因为我们生活 我们活着 我们存在的理由 是要生我们的道 继续可以去生其他的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 建立上帝的教会 这个道必须要去传扬 但是传扬的对象 不单只是外面的人 当然街上有很多人 没有听过福音 我们要向他们传 这个传扬的对象 也是教会里面的人 为什么 因为除非这个教会里面 有上帝的道 这个教会不能成长 这个活时 没有办法长大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的金句 对不对 大家都很熟的意义啊 你们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 像出生的婴孩 爱慕乃一样 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 以致得救 因为你们已经尝过 主恩的滋味 那我们在里面 没有留意到 在彼得讲救恩的时候 他的救恩很有层次 彼得在这里讲 我们的救恩 救恩是最伟大的事情 他说我们的救恩 有三个阶段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我们的过去是什么 我们尝过主恩 尝过那个主恩是什么意思 不是生命的经历 我们一直想 尝过主恩 我就做一个建设 不是 他讲尝过主恩 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 重生了 然后他说 我们的救恩 不单止有过去 也有现在 现在是什么 磕木领奶 一个baby要长大 他的现在就是喝奶 每天的睡觉 起来 喝奶 喝奶 这个是我们救恩的现在 我们的救恩 还有一个未来 就是长成 以致得救 那个是我们将来 别人在讲 过去 现在 将来 我现在问你 我们怎么可以从 我们救恩的过去 来到今天 再来到将来 我们如何从婴孩 成长 以致得救 上帝给我们的答案 就是 纯正的磷奶 纯正的磷奶 你知道什么叫做 纯正的磷奶 其实纯正的磷奶 翻出来就是 没有 附加基的牛奶 就是纯正的磷奶 那我再问你 你觉得 纯正的磷奶 重要吗 纯正的奶重要吗 当然重要啊 你不相信我 你去看上水 你看千千万万 从北方 来到上水 去买什么东西啊 奶粉 纯正的奶粉 很直接 很重要 你有没有可以想象 你们的教会 可以成为 新的上水 属灵的上水啊 千千万万人 堵着你们这个街头 要进来 要什么 要纯正的牛奶 我们要纯正的牛奶 不要假的牛奶 不要淡的牛奶 圣经学家告诉我们 原来在彼得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 很贪心的商人 他们会怎么样 冲淡那个奶水 来卖 所以他们 外面 你跟他们讲 你们要纯正的奶水 他们已经知道 现在彼得说 你们要的是 纯正的磷奶 没有附加基的 没有 淡的 用水扣淡的 没有会令人中毒的东西 那如果你回去看 这个新约圣经 有发觉在保罗书信里面 在彼得书信 约翰书信里面 经常讲到假教师的出现 有许许多多的异端 有许许多多的假教师 教会惧怕的 不是外在的压力 而是内在里面的假教导 当时有许许多多假教师 他们淡化了上帝的福音 他们改变了上帝的道 保罗最后一封信的时候 你们要小心那些人 他们耳朵发扬 他们要听那个假教师的东西 他叫提摩泰 他说你尽管要传扬上帝的道 无论得识不得识 你们要传上帝的道 纯正的道 我们中部式的要传纯正的道 你们做听众 你们做养的 你们要寻找 要可目纯正的灵脑 因为只有纯正的灵脑 可以让你真正的长大 健康的长大 强大的长大 以致你可以成为上帝的灵工 那其实我到今天 我还是对香港的教会 不是太熟悉 但是我记得我们在美国那么多年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要听一个纯正的真道 其实已经越来越难 在网上也好 你去一些明目的教会去听 你发觉美国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人民主义 有许多的西方直学 有很多心理学的元素 然后你听在里面 都有很好的口才 有很多的笑话 有很多的见证 有成功神学 有富贵福音 但是你没办法再听到 上帝纯正的道 我们需要回去纯正的道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道 以圣经为中心的道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道 我们需要上帝纯正的道 我们需要去传讲 我们需要去聆听 唯有这样 我们这群阿石 才可以真的成长 灵工才可以被建立 最后 大概十天之前 我有一个外国的牧师朋友 来看我 他从来没来过我教会 我就邀请他来 我教会走一趟 然后因为我要开始做英语崇拜 我就有一些问题想问他 我跟他 吃完这个午餐之后 我就带他回去参观我们的教会 他跟我说 他走在 走进我们lobby 从来没想过这个是教会 他以为我们租一层 就在那边做教会 他没想到整栋楼都是这个教会 于是我就带他一层一层去看 每一层有不同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里面不同的地方 他看完我们就从上面一层一层走下来 他看完的时候他非常惊讶 他也非常赞叹 他没想到 哇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有那么这个hardware 那个硬件那么好的教会 但是当我们最后 就快要走到大堂去祷告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 他说到最后 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硬件的东西 他说你要记得 最重要的东西是人们的素质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不是在讲我们教会的教育水平 他不是在讲我们教会会有的社会地位 他不是在讲我们教会会有的银行存款 他在讲他们的属灵植树 一个教会需要的不是这些石头 而是这些石头 上帝要的不是这些 是这些 很多时候我们在香港 我们会忘记的这些事情 我们很努力把最好的硬件 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忘记我们最需要的 唯有可以建造的材料在这里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 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 我说了很多 可能你都有点混乱 你什么都不记得 但不要紧 我想用三点很简单的点 为你做一个总结 你记得 你看到这个三点 你就明白我要说的 活到生活时 纯奶长婴孩 最后临时成宁宫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愿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 让香港进行教会 可以建立在不动的基石上面 再以纯正的鸣奶喂养 使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震动世界的摇滚圣燕 阿们 我们一起打招 阿们 我再次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 可以来到这里 去听你的话语 可能我们真的有点贪心 把很多材料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放在台子上面 愿意这些真理 成为我们每天思想的材料 让我们不断的去消化 以致我们真的会成长 成为强壮的活石 一个一个建造你在地上的灵工 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 愿你使用普通话这个聚会 去在这个黑夜里面 去宣讲你天国的唯一的盼望 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将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明确 阿们